各位網友 我想我今天來簡單介紹一下我的收藏 我的收藏大概有分三類 最大一類大概就是我的玉雕收藏 玉雕部分我是只收藏清潛龍一直到現代玉雕 另外一部分是清康熙的瓷器 像這個是清康熙的五彩 還有清康熙的青花 為什麼要收藏清康熙的這個東西呢 因為清康熙的五彩跟青花 是在中國瓷器的地史上面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我也有收藏少部分的所謂的料器 還有廖清 有一些是中期的 有一些是後期的 那我過去很多網友想要來參觀我的收藏 那過去沒有收藏間 那我去年的時候就簡單稍微佈置一下收藏間 那佈置好以後剛好又是遇到疫情 所以這整個空子就是一年 那今年我想說疫情慢慢過去了 過去很多FV的網友想要來參觀我的收藏 因為我沒有固執起來 那請將來也沒什麼意思 現在大致上我把它固執一下 那這個我介紹一下我的收藏 那玉雕部分呢 現在目前各位看到這個大部分都是現代的玉雕 我下次有機會的話再介紹一下我收藏的金錢龍的 18、19世紀的那些玉雕 那因為我是我是從 玉雕我是從指料開始 什麼叫指料呢 各位看到這個像這個叫指料 指料 我過去呢這個經手過非常多的指料 那現在剩下幾十顆呢 我自己留著來自己把玩 自己把玩 這個指料當時買的時候大家都覺得說買得很貴 但是現在呢經過十幾年二十年以後 這個東西呢就貴了好幾倍 各位可以去問一下大陸在賣指料的這個 這個衣商就知道 那麼各位現在所看到這些玉雕呢 多半 只有少部分呢是我早期收藏的 從長家買的 那多半都是我個人 我在二零 在應該是二零零二零零六 二零零零七那幾年 剛好開公司在中國大陸 在深圳 上海杭州也有 上海也有 杭州也有 那我那時候剛好接觸到 最新的核田資料 所以我就利用禮拜六禮拜天 我飛到新疆 飛到核田 去了解一下這個什麼叫做質料 所以呢我後來回來以後 我覺得這個質料非常珍貴 非常珍貴 因為那個礦區裡面 各位有空去看看 要挖到一塊 一塊像樣的這個質料 要挖到一塊像樣的 幾百個人 搞不好一兩個月 幾個月都挖不到 所以我回來以後 我就決定 回來來買一些好的質料 所以那個時候 當然剛開始的時候 也有買到一部不對了 甚至本料我也買過 那被人家騙了 但是我這個人收藏的曲線 我是拉得很快 我立刻知道什麼的好料 後來我專門跟一些 維族的一些所謂的阿吉 他們專門是賣高檔質料那些 專門跟他買 那我在那個時候 就收藏了一批 蠻不錯的質料 那過去十多年來 我覺得說 因為我舊拍廠 清潛龍這個 加士德 索斯比 還有寶片的拍廠 我都跑過 我也買了很多清潛龍的藝雕 但是後來我為什麼 我還是專精 我喜歡自己來做 因為清潛龍的藝雕 它有個特色 它的雕工 這沒問題 雕工非常好 但是多半 多半玉料都比較差 帶灰帶青 帶玉花一大堆 那我發現 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用最好的玉 最好的玉籤 玉籤 來雕最好的工 那時候我也接觸過大陸幾個大師 像劉中榮 李偉斌 王平這些 這些我都認識 這些目前都是一線的大師 我個人也收藏了幾塊 劉中榮的玉牌 劉中榮玉牌現在目前是在整個市面上 全部都找不到 他的玉牌那時候 我買的時候是上百萬人民幣 現在目前聽說是四百五百六百都有 所以這種真經西美的東西 他的東西 他肯定就是越來越貴 那後來我為什麼決定自己做這些玉雕呢 因為外面我找不到我要的玉子 我要的雕工 所以我在台灣內也剛好很幸運 台灣我找到幾位台灣頂級的玉雕大師 過去十多年 這些大師幾個大概有四個 這些作品大概有四個大師雕了 這十幾年他幾乎是完全做我的工 那個時候 我跟他配偶的時候他們講一句話 他說他從來沒有釣過這麼好的料 在台灣已經一到十年前 就沒有什麼好料可以釣了 居然還有人在大陸買這麼好的料 給他們釣 他們釣了非常高興 那我那個時候從設計圖 我都是自己去構圖 那麼這個圖多半都是 像這個大吉雙喜牌 這個牌子整個構圖不是我想的 這個就從加斯德索斯比的圖錄裡面 我找出來 他們那個牌子很小 就這麼大而已 但是我用比較大的 我去雕出來 大吉葡萄牌 這個工 這個料肯定是比青錢龍來的 這個工也絕對是一流的 因為我個人對這個工 玉牌 我是收藏劉中榮的牌子 所以各位知道 能夠讓我欣賞一牌的 的這種雕工肯定不多 肯定不多 所以 所以像這個就是我自己的作品 那也是最好的 一雕大師雕的 那像這個呢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是龍鳳 龍鳳錫啊 各位去查一下 這個叫龍鳳錫啊 我在加斯德看到一個龍 龍錫 在蘇物比看到一個鳳錫 那我自己呢 就去把這個圖樣取出來以後 我自己用最好的料 雕出這個龍鳳錫 這個也是全世界大概只有我這一對 這不是我自己垮口 那這個是玉龜 也是仿清乾隆的 我們絕對做的比清乾隆 第一個大器 第二個呢 雕工絕對不差 因為現在的工具本來就比較進步 那麼再來就是說 玉子也比較好很多 那清乾隆多半都這麼大 我做這麼大 所以呢 像這個是紫辰配 我在香港看到 加斯德拍了一件紫辰配 紫辰配就是老鼠嘛 跟龍放在一起 就是紫辰配 那麼這個紫辰配呢 香港那一件是拍一百三十幾萬的港幣 那我想說我沒有機緣去買到那一塊 我就乾脆自己做兩塊 完全一樣 一模一樣 絕對是不差 還有很多啦 還有很多 像佛手也是一樣 這個是佛手 帶皮的佛手 這個圖形也是完全照清乾隆的圖形去做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我東西很多 東西很多啊 這個是 清乾隆 我是拿清乾隆的玉器 那個瓷器 蒼龍教旨的圖形 完全做得一模一樣 那麼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紫料去釣這個東西呢 絕對是全世界就這麼一件 那各位稍微再看一下 我有很多人物 這是濟宮 這是如意觀音 這個是呢 天官四伏 天官四伏 那這個都有帶得到天公獎的啊 那各位看到下面這些呢 這是圓雕 我喜歡做一系列啦 各種 體材做一件 兩件這個樣子 那下面這個圓雕 這福壽 福壽圓年 福壽圓年 那麼像這個是山陽開太 那這一件呢 也非常特別 我非常得意的一個作品 這個是龍鳳 龍鳳燕 雕龍跟鳳 龍鳳燕 我剛好 有一顆大料啊 還帶皮的 後面兩個雙斧鈴門 那麼這麼大的料啊 連拍賣公司看到這一件就說 現在大江南北 大概沒有人拿這麼大的料 去做這麼大的大件東西 那這個也是因為早期 我剛好收到一件 有一顆大料三十一公斤 那個買了好幾百萬 非常貴 但是呢 我是認為既然有料 就做大的件 氣勢夠 對不對 那像這件也是 大腳羊 這件也是非常得意的作品 這件是我大概用一個五公斤的原子 紫料去雕的 也是一雕大絲雕的 這件雕得非常棒 這個藝質非常好 非常好 各位在看到這邊 這邊有很多佛像 這是持經觀音 持經觀音我偶爾做大的一件 跟比較小的一件 因為這個都 這個都全部紫料 各位外面看到所有的玉雕 觀音多半多山料 或者是一些青海料 我這些都是紫料 這些六B觀音 那麼 那個是余蘭觀音 余蘭觀音 那麼這個雕工絕對都是一流 台灣的玉雕 佛像雕的比大陸好很多 因為 我知道台灣的失誤呢 是 都有傳承到過去的一些 古法的雕法 那下面這個 這個就是 我自己屬猴嘛 所以我雕了一隻大猴子 這個回收嘛 這個駱駝 這個是仿明朝的 故宮有一件 有一件明朝的 他戴黃皮的那 那間我仿的一模一樣 那麼 這件是玉子特別好 達到楊子級的 這個 禁絕得禄 禁絕得禄 玉雕啊 玉必有功 功必有益 玉必吉祥 那這個是墨玉 這是一塊墨玉 我那時候買了一塊這樣子 剛好是扁扁的墨玉 我雕一個 知足常樂 這個是 但是 那麼 像這個也是 閉絕這麼大的料 這個也是這麼大的料 帶一點皮的 做的 那這個也是 大概1.8公斤的料 去雕的一個 一個福壽桃 代代相傳福壽桃 那這邊還有一些 這個是 碧玉鈕 這和田碧玉 和田碧玉 跟這個 韓國碧玉 還有俄羅斯碧玉 完全不一樣 他帶這個黑色斑點 你看就知道 這個是完全仿 清乾隆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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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牛 清 清中期的牛 這個腳這邊一定勾起來 這個是新19世紀的 這件我是跟美國哈德門買的 那這是19世紀 這件牛 它就是這樣平平的 這邊是勾起來的 那這個是我在 在和田買了 買了一個 那個算是有點 灰白玉 灰白玉 因為鳥 鳥多半都是灰白玉雕的 那上面有一件 蠻特殊的 這件是那個 就是中國玉雕大師 宋明放的作品 宋明放的作品 這個是證實過 也給他本人看過 他早期的作品 宋明放 各位去查資料知道 那這邊呢 還有一些 辟邪獸 還有 奉賢芝 這個奉賢芝 這辟邪獸 這一件 這一件的形式 完全是呢 這個 保利 有一年拍了一件 那個是 類似翡翠 拍了大概 4900多萬 我這一件 就完全拿和田的 那個 比喻 去跟他做的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 都是固品 好 那這個玉雕部分呢 我大大小小也都有 也都有 那這個是一部分 我沒有重複擺出來 因為我的展示件 還是不夠大 那麼第二個就是 我有收藏一些 青康熙的青蛙 各位知道 北京部分有出了一本書 青康熙順次的青蛙籽 那麼 青中期以前 青康熙早期以前 他的青蛙是官搭民燒 所以他民間燒的比喻 等於是官家的 就是民間在燒 那 康熙青蛙我大概收了 三四十件 包括各種型製 什麼 鳳尾尊 什麼鼻桶 還有一些 棒錘 這個 因為我 鬍子太小 沒有辦法全部擺出來 那還有另外 有一部分是 這個是屬於 這個叫做 料器 這件事在Sosky出來的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套料 這個料器非常難做 其實中國古董裡面 料器是目前存世最少 而且 這個工藝已經失傳了 完全失傳 現在沒有人家做料器 因為做不出來 我曾經在北京的時候問過那個做料器的 以前早期做料器 他說現在沒有那個爐子可以燒 所以這個也是多年前在美國一個大的古董商 讓他讓給我的 讓給我的 所以我大致上稍微展示一些 因為東西不多 還有少部分一點點 青康熙的茶五還有金銜農茶五 那個 各位如果說你對玉雕收藏 瓷器 瓷器 瓷器大概我專注在青康熙的青花跟五彩 還有部分的一些料器 如果說有興趣的話呢 這個可以跟我約 跟我約 那麼 如果說你希望說在收藏上面 尤其在玉雕上面能夠往上提升 在市面上希望買到一些比較頂尖的作品 那麼可以來跟我交流 這個我今年度是 基本上我在時間弄好嘛 我也歡迎一些同好 大家來做做來交流 但是事先在一個禮拜前跟我運約 因為我平常未來媽早上都要算命 所以我一個禮拜大概只有一兩天可以招待 所以各位可以跟我預約 那下一次有機會我再詳細再來講 分場次再來講 康熙青花到底怎麼回事 以及這個料器怎麼回事 玉雕部會我當然可以講得更多 好 謝謝大家